持续来关心这起事件 昨天也带您关心了 一次被亲姑姑用热水烫的这位男童翔翔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急救之后 还是宣告不治 现在男童的姑姑坚持不认罪 而彻夜守在加护病房外的翔翔的亲生母亲 她想到自己孩子的遭遇崩溃痛哭 看了让人比赛 翔翔的妈妈做完笔录 看到大批记者守候 心中对翔翔的思念再也忍不住 化作一滴滴的泪水 为了见翔翔最后一面 以不顾自己是诈欺通情犯的身份 彻夜在加护病房外守候 最后却等来伤心欲绝的结果 反观疑似虐童的姑姑 脸上不见一丝难过的神情 用力甩伤门什么也不肯说 而故障则是丢下一句话 只有匆匆离去 对不起 我这样很难过 我不想要情绪失控 对不起 回顾事发经过 27号上午姑姑到附近诊所 询问如何处理烫伤 却没在当下听从建议 把翔翔送往常跟医院急救 直到下午三点半才报警送医 四点到院前 翔翔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虽然经过急救 在五点左右恢复了生命迹象 但经过16个小时和死神的拔河 翔翔还是走了 令人不解的是 那关键的五个小时 似乎就是一条人命的距离 如果当时能够早一点就医 如果姑姑能够有多一点耐性 或许祥祥就不会失去宝贵的性命 也不会让这位亲生母亲 落下如此令人心痛的泪水